健康强壮 他不能接受医生描述的严重病情 就和每一位患者一样 听了都手足发软 他很希望奇迹出现 并好起来多活几年 他很不希望这生结束 更不希望离开现在的家人 所以极乐世界再好 他也不愿意去 不想去 这是人之常情 当他体力还很强壮的时候 他不愿意去想 这生可能有一天会结束这个问题 也不会敞开心来 接受阿弥陀佛的慈悲 这种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 一般人都如此 不愿意面对世间无常这个事实 这时候 如果我一见面 就勉强要他放下万元求圣极乐 可能会与他强烈希望病好的意愿相违背 就会引起排斥 反而会破坏了他的佛缘 所以我都先横顺众生的心愿 尽心去关怀 安慰 让病人心情舒坦 再尽力照料他的身体 让他不至于恐怖或是有被抛弃的感觉 因为孤独地走向死亡 是很令人害怕的 所以我总是鼓励病人说 不要担忧 再难的道路 我们会陪您走过去 阿弥陀佛会引导我们 安然一起走过 因为很多人对阿弥陀佛的意义 都不明白有误会 所以我们要好好向病人解释 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明 无量寿命 无量光明就是无限的能量 也含有无限治病的能力 阿弥陀佛也是欢喜的光明 是智慧的光明 慈悲的光明 如果能够念得相应的话 念念都可以消在严寿 或许是每个人姻缘 各有各的得度桥梁 虽然阿弥陀佛也是消在严寿 但是开始时 陈居士比较喜欢药师佛 也就是药师流离光如雷 也分译为消灾严寿药师佛 每个病人都喜欢消灾严寿 很少人一有病 就马上体会到世间无常 进而设想到未来无限时光的事 所以也很少人能够准备好 临终那一刻生命转变的大事 所以一开始我们必须随顺人之常情 随缘因事来引导 以免引起排斥 他喜欢药师经 而药师经中有一段很重要的经文异理 谈到药师佛 也是帮助赞叹众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对于已经发愿想要往生西方 然而还没有把握 还没挣到一心不乱的众生 如果能够受持八关斋戒三个月 又能够听闻到药师琉璃光竹来的名号 在临命中的时候 药师佛也会请八位大菩萨成空而来 指示道路 让众生能够随心所愿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由经文我们可以知道 药师佛虽然是东方流离世界的教主 也同样鼓励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佛的心是宽宏大量 不分彼此的 但随着众生的愿力和姻缘 给予最佳的引导 每一尊佛都像最慈悲宽大的校长 他们很高兴介绍学生互相参学 不会分党派争高下 什么姻缘环境最能帮助这个众生 使他得最大的利益成就 佛都会善巧地引导 佛是很合作的 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是帮助众生 所以不但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 可以如愿以偿 念药师佛和药师经 回向往生西方极乐 也是可以埋怨 甚至念别的大圣经典 只要回向愿意往生西方 也可以往生 这就好像同等学历考大学 只要信愿诚恳 就是分数够了 就可以度取往生极乐世界 这是千真万确 人人都可以得到 而不必怀疑担忧的 所以陈居使既然喜欢念药师经 地藏经 那便是他的因缘 我也不特别勉强他 要念禁度经 只有劝他把读经的功德 回向往生西方 回向和众生同生极乐国 因为要是流离光如雷 也是要帮助我们去极乐世界 而他念药师经一段时间之后 自己就对阿弥陀经产生兴趣 开始读诵了 经典上所说的句句都是真实不虚的 佛愿也是必然兑现的 就看我们能够相信接受 实行到什么程度 我们真的能够信受 佛的慈悲愿力 就会立刻活到佛光中 信不过的时候 就活在业障的阴影中 全信到底的人是全面光明 半信半疑的人就会半暗半明 十暗十明 重要的是 有怀疑的时候就会进入了暗区 要快快提起信心 如果能再提起信心 马上又会现出一片光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做一个三宝壁舍 叫护持三宝 第一个我们要多造佛像 代表佛陀的身体 第二个呢 护持佛陀的口业 那我们叫多印经典 佛书去推广 第三个 护持佛陀的心 那是代表什么 射利塔 佛塔 转经轮 所以希望各位呢 我们要发起大造 大型的转经轮 小型的转经轮 大小的射利塔 来放置在任何地方 让大家有机会 接触到佛陀的教训 佛陀的心 来圆满佛陀的身口力 阿弥陀佛 生命基金会 募集菩萨大德的发行 共同供养佛陀身与意 庄严世界进化人心 欢迎护持佛像 经典 射利塔制作 报播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库民中华印经协会 高雄庙虫寺举办 普巴金刚习灾除葬 显密祈福大法会 日期11月30日星期六 上午9点 地点 高雄市政府劳工局大礼堂 联络电话078213353 078213353 永饮法师 生命点是台中五方讲堂 举办大威德金刚超度法会 恭请佛学教授主法 日期12月7号星期六 下午2点 地点台中五方讲堂 地址台中市北区崇德路 一段631号三楼之一 联络电话0422389987 0422389987 在路上才死的动物要舍见吗 不需要 你守着不杀生戒 故意去杀 那才叫破戒 你不小心踩死了 就是忏悔 忏悔回响 给这只不小心踩死的动物 互生功德书胜行 互生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术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我喝菩萨摩赫萨 我喝ポ尽 ポロ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